大部分的内膜癌病人 都是属于第一型的 类内膜样癌 它的风险主要就是 我们刚刚讲说女性荷尔蒙 长时间没有被保护的 一直不停地刺激内膜 那我们女性荷尔蒙分泌的 主要器官就是卵巢 所以内膜癌的病人 基本上除非是很年轻的 不然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卵巢就是一起切除 那如果当然你越年轻 40岁以下你切除卵巢的话 病人当然就是停经时间越早 他这些停经后的一些副作用 心血管的问题骨质疏收收 会比较明显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跟病人讨论说 是否保留卵巢 但如果说在很早期的病人 就是刚刚讲说在内膜癌 第一期 类内膜癌 第一类内膜癌 然后又是第1A期的这种很早期的病人 如果你想要保留你的生育功能 可以用高剂量的黄体素来治疗 对那高剂量黄体素治疗之后 我们可能12到16周 我们做一个子宫镜 确认你的子宫腔里面 还没有残余的肿瘤组织 那如果说你的治疗反应还不错的话 都没有残余的肿瘤组织 我们就会帮你它转介给生殖不孕科医师 赶快把生殖这一块弄完 生育完之后 还是会建议它把该完成的肿瘤分歧手术 子宫软巢全部解除